今天南方碩 就過去也非常支持馬英九 是他幕後的一個軍師級的 一個我們講的政治評論家 他今天的論述是說什麼 馬英九2012可能不保 當初蔡小英打出來說 地方包圍中央 我那時候還講說2012要取回 執政在那邊講算笑 結果現在他第一關突破了 那如果說宜蘭效應 我們現在在看台北線 你如果再派周習偉去 那等於就是說 白打不用打了嘛 所以他現在就有強棒 那個政策 強棒那個策略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勢必要一戰 朱立倫對蘇貞昌 朱立倫我對蘇貞昌 蘇貞昌不會出來 朱立倫還是輸啦 至於台北市我是覺得 可以給民進黨一個新的可能性 因為什麼呢 要派誰 那再說 先講有沒有可能性 我覺得他的可能性在於 我們剛才都談到了 台灣出現板塊移動 移動的這個現象 這個沒有錯 你不要以為過去南部 民進黨都贏錯了 民進黨最早是在台北市 2000年前 南部跟北部一模一樣 都是國民黨6 民進黨4 所以第一次的板塊移動 是2000年開始 2000年了 那這一次是第二次的板塊移動 沒錯 那這一次的板塊移動 從這個南部延伸到這個所謂 花東 還有這個桃園 還有基隆所有的地區 那為什麼會獨漏台北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要怎麼樣去理解這種板塊移動 我是覺得可以從全球跟台灣的經濟關係上面來看 我這個好難 我拿個椅子坐著 老師要講課了 我簡單說就是說 基本上全球化以後 那麼那個大資本家 他越全球化越賺錢 但是一般這個小老百姓 包括中產階級 那就會很辛苦 全球化的受害者 那這個就會變成全球化的受害者 所以第2000年 正好台灣極速的捲入全球化的這個蜂巢裡面 而台灣的全球化最大的關係就是跟中國的經貿關係 所以全球化以後台灣跟中國的經貿關係 其實極速的上升 而這個極速上升的受害者 就在南部地區 那現在呢 你看桃園縣的失業率 南部那種中小企業 還有勞工階級 因為工廠都沒了 都沒有工作機會 對 勞工 農民 中小企業主 對 那現在 現在桃園 那現在桃園 現在是受到衝擊了 所以現在桃園的失業率很高 而且外人人口多 桃園的失業突然之間 穿升到台灣屬越首要的高 那所以 跟這一次選票息息相關 這樣講我就覺得 那我原意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天王都不出來 你小英他去台北市 大概他會去吧 但是你如果兩大天王都 形象2012 尤其蘇貞昌他擺不到那個新北市 你明講現在北部是沒人的 台中也沒有什麼長棒嘛 的確 所以台北市不一定攻得下來 我們先講客觀環境 客觀環境是有這個環境 而這種客觀環境呢 我認為台北市一定會波及 波及多 波及少是一回事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一方面他在政治上請忠 北京沒有給他好臉色看 他希望換一個一中各表 北京不買帳 所以你政治上不 換回來不到政治的好處 那你在經濟上依靠下去 台灣的經濟是四條小龍 最後第一門 他三波 第一波他認為改朝換代就好了 但是從5月上台到12月 經濟一路下滑 沒有因為他情中有用 可是那我問你 不爽的票一定會投給你民進黨嗎 我不爽國民黨的票 一定會投給你民進黨嗎 第一個我是覺得 他會投給國民黨 就很保留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既然這一條路走不通 換一條路來走走看 這個民進黨 你原來那個路 會有值的機會 沒有 我覺得人選 不過 關鍵在民進黨提出什麼樣的人選 其實大家現在都以為說 民進黨是所謂這個 比較農村黨的 南部 其實不是耶 我想這個委員很清楚 民進黨起家 是在台北市跟高雄市 兩個大都會區耶 為什麼 因為都會區的人 因為他接收外界訊息很快 所以他比較容易產生不滿 然後他比較想去改變 那後來為什麼民進黨執政之後 會變成一個南部黨 農村黨 那個當然可以另外討論 所以我倒是覺得 就是說在台北市 民進黨不必然完全沒有機會 但是看人選 如果你那個人選是可以吸收 就像美人你剛剛講的 他是對國民黨不爽的票 然後民進黨這個人 感覺上又不太討厭 我願意給他機會試看看 就有機會 人選是很重要 那當然既然講到這個 過去的民進黨 甚至還可以把時間延長一點 台灣的民主運動 是從都會區開始 不只是台北高雄兩市 那麼新竹市 基隆市 台南市 台中市 都比農村更少 有黨外當選的市長 所以民主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但是N9錢了 是 所以從這個 但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就是農村黨 這個是有問題的 從過去的變遷上面來看 並非如此 阿炳都曾經執政過 拿下天下過 是啦 不過我要補充的是說 這個我也認識一個爸爸 叫陳爸爸 台北的陳爸爸 他的意思是說 陳水扁 這個馬英九接的是一個破車子 這個陳水扁 馬英九接的是一個破車子 是陳水扁用過一個破車子 然後你這個破車子 以後要在兩年之內 拿到一個政績出來 這真的是有點難為人家 所以基本上這些人 還是會支持這個馬英九 陳爸爸應該認識魚媽媽 對 但是陳爸爸已經結婚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剛才有強到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重點就是說 35萬的這種不爽票 35萬的不爽票 這次沒有流到民進黨這邊來 那也就是說這次35萬票 很明顯的是一種教訓的意味 如果說今天是覺得 對馬英九真的是失望透頂的話 這35萬票 照理說應該會有一些 會流到民進黨那邊 但是流的實在是很有限 所以這35萬不爽的票 只是一種教訓的意味 對馬英九來講的話 是一個警訓 但不會讓他失望 不至於到失望的地步 所以未來新的五個直轄市的 五度的這個選舉裡面 我覺得馬英九這邊 如果這一年 好好的表現的話 我覺得五個五度的選舉 沒有想像的悲觀 馬英九不用浮選了 他就做一個事情 把大環境 不用不用不用 現在有一個性大名環境 我跟你講啦 現在這個大環境是因為 你本來是執政的 所以你要把它 你要把它做好 這是應該的 但如果 如果有一件事情 如果明年 這個過完年以後 阿扁放出來的時候 民進黨還要不要選 民進黨要怎麼選 國中委員沒有影響 我覺得沒差了 沒有影響 一件沒有影響 這件衣服已經剩下了嗎 這件衣服已經剩下了 沒有問題 理由就是說什麼 民進黨這一年多來的策略 就讓阿扁自動消失 那這個 阿扁會不會自動消失 坦白講沒有人知道 結果阿扁去做了一件事情 去告歐巴馬 告完以後 民進黨再沒有人敢平點 所以已經 對民進黨的影響已經 阿扁自己結束他自己 他主動消失 不是民進黨把它結束掉 是他自己結束 這是第一點 我補充一點是說 這委員講的都對 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小看陳水扁這個人 因為你要他不要來 你可能叫他一次不來 但他第二次會不會來 他一定來 而且他一定來的 出現的場合 變成他是主角 為什麼他去告歐巴馬之後 你們民進黨就自動那個 去告歐巴馬太瘋狂了吧 他說他是美國 俠下的民政廳長 所以現在說那個太瘋狂了 然後我 但是民進黨 是不是因為阿扁 對民進黨沒有影響力 民進黨就脫困阿扁的陰影 我認為一半而已 他已經手伸不進來了 但社會不這樣看 因為你過去 民進黨被人家認為停扁 那個賬 老百姓還沒有遺忘 看待他 我們有空 鍋子 跟陰影 孤單 那密研究